嗨 你們好啊 昨天啊 深藏不露 他拍了一個影片 說什麼 國家隊的陣容啊 他是這樣子解說說 原子武士是老爹 滴滴王是狂人嘛 對不對 然後 嘎德曼他說是蝴蝶DX 嘎德曼不是啊 你再怎麼樣 嘎德曼應該是捷諾斯嘛 然後羅伊是老款的King 不過我們這邊就幫他自動升級成 新款的King 啊還有誰啊 喔 還有耀仔嘛 那還有一個是誰啊 喔 就是 最會隨影片的深藏不露啊 是不是啊 他就是這一隻嘛 那今天 我看一下齁 不行不行 你們都想要耀仔 去當這個弟弟王 我幫你們 實現了好不好 啊這個是蛛神不露啊 這個是嘎德曼 這個是老爹抽原子武士抽十一級 抽不到的笨蛋 這個是羅伊 然後 沒有核心啊 這沒有辦法開核心啊 那狂人呢 那狂人 這不對啊 這個 有了 狂人是大熊炎 那還少一個格鬥 那我們這樣子核心開不起來 怎麼辦 完全卡住了啊 那有的觀眾說 狂人是獸王 是不是 我有看到留言 好 那我們就當獸王吧 好不好 沒有關係啊 獸王就獸王啊 我是他 是不是 這樣就像了 是不是很協調 但是呢 這國家的陣容 基本上要拍影片 你要去落實他 就是說不單單只是上來啊 你要把裝備都弄起來啊 是不是 不然人家怎麼能證明 他是國家隊呢 好了 身長不入是不是 我就讓你帥一天吧 反正也那麼胖了 等一下齁 我幫他弄一下 改造一下 S級 這個就簡單啦 諸神 喔 諸神已經有了 不用了 那好 馬上幫不入升級啊 你看看升級完的不入變多強 好不好 1680萬生命 可以啊 然後 嘎德曼 嘎德曼當初是傑洛斯表現是非常優秀 所以這必須也要給他弄頂級的 也是同樣是灌的生命 生命值 還有S級的也通用 還有一個科技的 科技的有誰呢 科技的驅動騎士 我有一張 OK 那嘎德曼也快搞定了 嘎德曼就剩下 裝備 裝備的話 我們就把驅動騎士的給拆下來 嘎德曼 今天的裝備是普通啊 將就一下好不好 嘎德曼也是狂熱的好朋友之一 好 那我們 幫嘎德曼 穿上一個漂亮的裝備 對 傑洛斯 1240萬的生命在當時很符合他的條件了 那至於這個King的話是輔助 好不好 羅伊的已經很強了 所以就這樣就好了 文老爹 文老爹怎麼會是這個攻擊力呢 這肯定是不行嘛 那該暴擊的該怎麼樣 該狂暴的 該攻擊加成的 是不是 老爹這個速度是一定要低嘛 一波牛的代表之座 原來就是噼哩啪啦的 這個才是專業的頻道 國家隊介紹的陣容 要深入一點介紹啊 不能夠亂介紹 是不是 文老爹 文老爹這個不行啊 要換強一點啊 文老爹是這樣子 換一換 我們等一下怎麼換回來都不知道 呵呵呵 好了 那等一下 藥仔也好了 都好了 就剩下文美好 怎麼可以這樣子咧 我是魔王啊 怪人 軌跡 咦 獸王 獸王 獸王剛好也是軌跡啊 狂人你是最強的啊 你果然是最強的啊 狂人的獸王 等級怎麼才這樣子啊 怎麼一級啊 我要把他放到訓練中心 等一下等一下 不夠精彩 搶起來 怎麼可以這樣子 狂人你是最強的 是不是 至少你是最強的代表之一了 好了 上去 不是啊 還沒有要去這裡 來 這裡 獸王 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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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王 獸王 這裡嘛 很好認嘛 對不對 為了讓這個影片呢 更貼切的介紹國家隊最強的陣容 我們要把陣型改成獸王 是不是 這樣子就是你們最愛的YouTuber的國家隊的陣容啦 沒意見了吧 有意見 我有意見 我當然有意見 獸王這個怎麼可能去不開呢 你該用的你要用嘛 這個要點亮嘛 弄牆嘛 是不是 要開嘛 兩千個三千個能吃的要吃下去 吞下去才有辦法代表國家 你看 你沒有辦法代表國家隊 就不要當國家隊嘛 好啦 等我一下 好不好這差不多就好了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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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這麼認真 要更認真而已 就是印記的部分了 印記的話 我們應該是 深海王或背心大師吧 八級活地啊 什麼 八級利劍 這麼強的東西啊 都給他拿下來 光燈是最強的獸王啊 打開 打開 喔 卡關了 稍等我一下 等幾秒 這個是生命室是不是 好像是 好久沒牆了 生命室嘛 初階的 三 四 還有一個總要求的點數格 是不是 哇 怪人的卡就沒有了啦 這個是多少 頑強一啊 我記錯了 頑強是要跑到下面去啦 那沒辦法 你要趕快下去囉 快要下樓梯了 加油加油 快點快點 打造一個最強的隊伍 看看哪一個YouTuber更強 哇 好啦好啦他不讓我弄啊 這真的不讓我弄啊 這樣就好了啦 八級利劍印記 喔還有高級啊 我的天 那沒關係啊 我們穿兩枚就好了好不好 別人都沒穿 我們這樣已經犯規了 170萬可以啊 狂人 好了之後 我們先針對 主線關卡 豪傑 精英關卡 來看一下哪個YouTuber表現更優良一點 首先這 出 該出招的就是文老爹 領頭羊 一拳超人代表作品文老爹 二術咧 羅伊是二術啊 可以啊 然後三術是嘎德曼 四術是豬神 然後耀仔今天比較可憐啊 是打一個六術啊 沒有關係啊 開始開始 耀仔本來就很少玩一拳超人嘛 就抽卡而已 是不是 OK 來囉 來看一下 老爹 天津第一 溫老爹 溫老爹 1160萬 就在這個時候 電玩教師羅伊 無人機 48萬 平常都那麼強了 今天 歐喲 耀仔可以啊 耀仔這個時候 突飛猛機了 狂人 狂人這個是追擊 傷害還沒有打出來 電玩教師羅伊 完了之後 狂人 狂人 獸王加油啊 普通攻擊 看一下多少 154萬 這樣子不行啊 卡登曼沒有出招啊 豬神也沒有出招啊 狂人也沒有出招 藥仔不要亂入啦 藥仔抽卡就好亂入 本場戰鬥結束 再一次 不要亂入 也給人家表演一下嘛 是不是 老爹也休息一下 好看 卡登曼跟 豬神 深藏不入 看看深藏不入的實力 有什麼樣的功力 老爹這邊先一個普攻 沒有氣還是有一個 1100萬 這當前呢 你們看總傷害 老爹是1100萬 你記住就好了 看誰是最強 藥仔先不要打 已經說過 一直打一直打 是不是 老爹當前是最強 然後等一下有 卡登曼 我們這個獸王先浪步好了 這一局先給卡登曼出招 狂人是197萬 宇宙英雄 嘎阿德曼 打四隻就是246萬 哇 這傷害 好像沒有表現出水平 怎麼辦 好了 那換狂人囉 換狂人了 老爹都一直去搶攻擊 蛛神也還沒有打 還有我跟不入 等一下 這沒有核心 難怪氣那麼少 沒有核心怎麼玩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你們說 了嗎 深藏不露的頻道 深藏不露的頻道 真幼稚 小心過年 不可以說謊 唷 可以啦 有這個單元 還多虧有他咧 謝謝不露 好了 狂人要來咯 剛剛宇宙英雄 卡登曼是200多萬 狂人能不能超越呢 有了 狂人跟宇宙英雄 卡登曼兩個是同等級的 最後 當然要來介紹深藏不露了 準備歡迎深藏不露 不露我不要說對你不好啊 好不好 因為剛剛這場戰鬥 我講心裡話 你的表現幾乎是沒有表現出來嘛 老天是有表現 他是最強 我跟 嘎德曼是第二 那耀仔是抽卡 好 羅伊在這裡 羅伊也沒有表現到 所以我特別安排一場 你跟羅伊之間的競技 我們四個 我們四個就觀戰好不好 我們四個看你兩個打 準備好了嗎 看看最後誰贏哦 不露贏還是羅伊贏 狂人呢 不會作弊 本場戰鬥 開始 首先 左邊登場的是電玩教室 羅伊右邊登場的是肥子 深藏不露 本場戰鬥開始 熱烈地展開了 深藏不露這邊嘗試攻擊 還有一個突刺 突刺完了之後 羅伊這邊做了一個防守 還派出了一個美女 然後還有傑諾斯也加入了戰局 這個時候豬神先把羅伊給抓起來 羅伊被逼到角落 不過這個時候傑諾斯又跑出來 羅伊又喝了一個東西 後來羅伊的肚子 不對 是深藏不論肚子越來越大了 還偷喝東西 完了之後 開了一個絕技 羅伊這邊又有一個氣功 好了之後 還有一個猴豬皮 這一場戰鬥 究竟是誰勝券在握的 一些雙方的血腰 差不多 還在加上池 兩個都剩下50%的血腰 結果在這個時候 羅伊的猴豬皮又來了 還有一個傑諾斯在打了一下 深藏不論肚子 還是變成越來越胖 來了 第一表最強男人 電玩教師羅伊這個時候 快出了 齊羽 豬神不論快要沒有血了 難道這一場戰鬥要結束了嗎 深藏不論肚子 再往前繼續吐刺 吐刺完了之後 試圖一個在泰塞壓底 不過羅伊躲開了 這肥子的功力可以說是非常的強大 這屁股怎麼回事 土拉變笨拙了 羅伊似乎已經破解了深藏不論肚子 電玩教師不愧是十字名歸 最後跳起來 左線右邊右邊一個閃線 完了之後 深藏不入 難道要半回一層了吧 最終 電玩教師 使出了殺手劍 分場戰鬥 結束 狂人的戰力抵達1.11 OK我是光樂 祝大家一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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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